仰光曾经是缅甸的首都 它位于伊洛瓦底江入海口附近 整体在来河与博生堂河的交汇处 这是一座具有热带风光的美丽海滨城市 市区内有阴雅湖和甘道基湖 尽管缅甸在2005年将行政中心迁往了内比都 但它如今依然是这个国家最繁华的城市和文化中心 在仰光的街头漫步 历史的痕迹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仍然清晰可见 从宏伟的殖民时期建筑到熙熙攘攘的市场 仰光的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 绘制出一幅独特的都市风景 清晨时分 阳光透过古老的翠绿树冠 洒在褪色的建筑立面上 街道两旁 小贩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各式各样的小吃摊 水果摊和手工一品摊逐渐摆开 吸引着过往行人的目光 而在这繁忙中 僧侣们的橙色身影穿行其中 为这座城市的喧嚣带来一抹宁静的色彩 除了市井的热闹 仰光的宗教建筑也是其文化魅力的重要体现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仰光大金塔 这座巍峨的佛塔高耸入云 外层覆盖着真金打造的壁板 顶端相见着宝石 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信徒们虔诚地在佛塔周围散步 手中捧着鲜花和香烛 嘴里念念有词 祈求佛祖的庇佑 在夜幕降临时 阳光的面貌又有了新的变化 灯光亮起 人们开始涌向夜市 那里的气氛更加放松和热烈 而远处的大金塔 在夜空中依旧静静地熠熠生辉 仿佛守望着这座城市的梦与历史 在这样的夜晚 阳光显得更加迷人 他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更是一个古老国度不断变迁与前行的缩影 在夜空中依旧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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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